三球 竹大哥 你是我英文心目中的國步 兵馬勇出土 無人能比 沒有人可以代替你 為什麼我這樣說 因為我心目中 非常配合你 我也很貴賤 你只因為一支黑鍊 另外再加一嘴 因為那時候 紅到現在 真的沒有人比 你如果要吃黑鍊 我才帶你來啦 真的有幫忙我來節目我都講 我都在節目跟他講 都直接講 竹哥亮說演藝圈 他有太多的貴人幫忙他 他感激大家的幫助 也不否認自己 因為沉迷賭博害了自己 出國深造了十幾年 能夠再度回到舞台上 他說要感謝的人太多了 現在已經六十多歲了 還能夠演多久他不知道 但他盡力完成他的心願 慢慢的 差不多三年四年 可能我就唱了 三年四年 對啊 三年四年 奇怪 三年四年 你還孫弟阿彪 我不知道你為何走阿彪 你走阿彪 我最大的幸運 我幸運 我幸運 我幸運就是錢趕快還我 可以去那個美國拉斯維加斯 演一棟秀 新加坡我做過了 對 到美國去演一棟秀 因為華人非常非常的多在那裡 十幾年前 因為有賴佩霞小姐 朋友本來給我介紹要去表演 本來我答應他 結果催啦 因為我輸了太慘 輸了太慘 然後 再加票 加錢 所以阿 都沒有辦法去 那個機會就 撕掉 我有這樣的 我去那裡做 我賺的錢一半都要幫他 要去到處給他寄一寄 或是這樣想 東山再起 明星都流團 永遠 到後人地流亂 東山再起 這四個字呢 可以說是諸葛亮 重新復出演藝圈之後的最佳寫照 只是當他重新出發之後呢 所主持的節目看似呢 也大受歡迎 好像回到了過去往日的風光狀態 不過您知道嗎 私底下的諸葛亮 竟然是一個會經常掉眼淚 非常非常感性的人 而如今諸葛亮奇蹟似的 再一次的付出到了螢光幕前 也再一次獲得了觀眾朋友的支持 這麼一段極端的人生經歷 但是呢 諸葛亮的好朋友說 至今諸葛亮依舊有兩大帳門 一個就是他一路扶持他的老婆 當年呢 他陪著他度過了這一段低潮 另外一個就是他的女兒謝金燕 因為只要諸葛亮 談到了這兩個女人 他必定會痛哭一場 我離開十幾年的時候 我本來已經看破了 那時候跟我太太在戰前的時候 我太太要賺錢養掉 我太太都不要講 因為我會哭 好 MV當中描述的就是當時老婆 瞞著諸葛亮偷偷帶著孩子 到夜市擺攤賺錢 每每想到了這一幕 諸葛亮她心中有太多的虧欠 我太太辛苦 太太也要不起 太太有志在你 她有時候已經 我最感動的一次是我太太 說不出來 說不出來 一個房門市場 我就開車 開車 咦 又好 好像我太太 然後我就把車椅 開開開前面 停起來 起看 就是我太太 看到太太 看到太太 結果我就一直躲躲進去看 她在賣那個髮夾 旁邊那個丹喔 沒有人租出去 我那個小兒子睡在哪裡 那時候小兒子最大嗎 好像是三四歲 帶著小孩去做生意 對 都騙我 都不讓我知道 騙你她去哪裡 她說沒有啊 她說去找朋友啊 有這樣嗎 後來你有去 跟她私人嗎 沒有 我就不講 回來也不講 我都不講 她就埋在心裡 諸葛亮一共有四段的婚姻 現任的老婆 在諸葛亮最落魄的時候 不離不棄 當時諸葛亮覺得自己 連累老婆不如一走兩隻 因為她不知道自己 還是不是一個有用的人 我曉得她最辛苦的好像是她太太 她太太好像那個時候生病 而且本來她太太還有賺錢 那個時候也沒有錢 那個時候真的是很 沒辦法錢用 她又不能露面 借錢也借不到 她太太又生病 然後 所以她有一次上來 她本來有一點點機會 後來她覺得 擾了一圈都沒有什麼希望 所以她很難過 她就走了 那一次是我比較難過 她在電話裡面就 就 就 就感覺到她 那個時候感覺到很無助 躲藏了十幾年 諸葛亮因為一支烏烈 再度回到了演藝圈 主持拍電影出專輯 他的檔期排得很滿 但諸葛亮非常慶幸 自己終於能夠像個男人 可以負起養家的責任 我剛剛講過她很重感情 包括她跟大嫂 感情非常非常好 只要 啊 搶秘密可以搶秘密 都會被她扁 不會 只要朱大哥我們今天錄影 稍微晚一點點 所以大哥就會擺電話一圈 跟大嫂抱貶 我今天會晚一點回家喔 所以其實她跟大嫂的感情很好 千言萬語 我百的心裡 一有這首歌 永遠獻給你 走過風風雨雨 慶幸的是 諸葛亮終於度過了低潮 重新出發 他珍惜每個得來不易的機會 也更懂得 人總有不如意的時候 但絕對不要輕言放棄 自己的生命 叫一聲 露屁的人主憨 就要以重奏萬用的難關 東山再起 名聲鼓流團 永遠 也有讓人低流亂